来到台东有不少的民众美食口袋名单就有米苔木 而在去年传歇业风波的榕树下米苔木已经恢复营业 加上又开了一家新店 在过年期间更是人潮爆满 但是台东还有许多家的米苔木 像是老台东阿咪等等 都有着各自的掏客 也让来到台东的旅客多了许多长鲜的选择 店门外排的人潮若已不绝 为了这下品尝这台东在地美食米苔木 来到台东不少民众美食口袋名单就有米苔木 而在去年传歇业风波的榕树下米苔木恢复营业 加上又开一家新店 在过年期间更是人潮爆满 而台东还有多家米苔木店 像是老东台阿咪等等 都有着各自的偷客 而像是榕树下米苔木位在中华路 去年12月在县府后方又新开一家榕树下小满雨生 店面比较小不分平假日 只要开店营业就有人排队 选择那个小满雨生因为它是原本的榕树下出去开的 是有尝试过那个原本中华路那间可是因为发现它汤头好像跟之前有点不一样 所以后来还是会选择到那个不爱路那一间去吃 榕树下米苔木比较好吃 不管是汤头还是辣椒还是它的小菜我都觉得比其他煎的还要好吃 早期我会选择中华路的榕树下可是因为我觉得它现在有一点点改变 所以在台东的话米苔木目前我选择第一名还是觉得阿咪 就有脸书粉专小编发问若是身上只有100元会先选哪家 发文一处有人推荐说会去顶东客运三角窗大树下米苔木 康乐桥旁边的大松米苔木较好吃 但也有台东在地人受不了每次去买米苔木时都要排队 也回应说选择没有排队的 而台东米苔木店林立都拥有各自的粉丝 之外同时也让来到台东的旅客多了许多长线的选择 这番组台东市报道